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市信义国中的媒体素养课程 老师特别举出这个案例 来提醒同学 收到可疑的讯息要先确认查证 绝对不要轻易的转发出去 那个裂痕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修补路面的 所填的那个胶 那那个胶是黑色的 当初拍这张照片的人 可能就是透过因为角度的关系 他在高楼上面就是拍照 所以看起来真的会很像是地面裂开 尤其是拍摄的角度 只是看起来像 但是地面完全没有裂开的情形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实例 而且就发生在学校周围的实例 让学生去省思 当我看到任何照片 尤其以前我们说有图就有真相 但是现在图片真的代表真相吗 其实不然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子 在我们周边生活周边的实例 让学生更有感的去感受到说 我看到任何图片 即使是看起来好像是真实的照片 我也必须要想一想多方的查证 就算我无法查证 我也至少先等一等 不要立刻看到什么讯息 都直接转传贴出 因应108课纲中的媒体素养 课堂中老师收集了许多国内外案例 逐一引导同学思考与讨论 并利用及时作答系统 让同学用手中的平板来回答 是真的还是假的讯息 互动体验增添了不少学习乐趣 这课程可以让我们学会 如何辨别真假讯息 那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讯息 我们该怎么去吸收 去筛选正确的资讯 看到讯息 然后呢 要看一下作者 然后呢 还要查证一下 或是问老师 或者是到台湾审核中心 那个地方给他看 是不是真的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老师也教导学生 分辨真假讯息的几教方法 像是自己可以检视 提供讯息的来源是否可信 查核作者是谁 与发布日期 或是利用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讯息查证 MichaelPen等查核网站 来查证讯息的真假 期盼提升同学们的媒体试读判断能力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那 mayor 是带域 Julian 与你 瓶雨 似 把 叵